接下來的話,如果我希望可以設計兩個按鈕 這個兩個按鈕就按下它就可以把我剛剛的所有動作都完成 直接就把結果搬過來 另外一個是清掉舊資料好了 OK,所以一個是黑名單篩選,一個是清除好了 當然你可以用這個按鈕其實可以不用移掉 只是說上面名稱可以把它改掉就可以了 那只是說如果你假設你不會寫對應的程式的時候 那你其實可以用錄製的 只是錄製的話當然,第一個程式會比較冗長一些些 那第二個你可能要很了解說你每個步驟 所以這個步驟的部分的話,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雲端白板上面的那個 這邊錄製聚集吧,各位可以切到那個第二頁的地方 OK,第四個單元的黑名單篩選 那其實我上面有註解啦,比如說第一個你可能要先 先把優標先切到那個查詢名單,然後點選B2啦 然後輸入公式啦,等等的那個步驟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基本上就是,因為將來你的按鈕會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將來一定會需要從這邊開始喔,你不能說直接就切過去 如果你直接切過去,那將來會出問題啊 為什麼?因為他沒有切的這個動作 所以你變成說你要從這個查詢結果的這個頁面裡面開始 然後呢,第一步的話,如果你要彩排的話 第一步就是優標先點選查詢名單 那第二個的話呢,再點選B2儲存格 然後當你公式可以不要刪掉,直接在上面點一下打勾 因為把公式輸入進去 但如果你要重新輸入也可以啦,只是我覺得比較麻煩 因為本來就有的話,你不用去思考說公式要怎麼打 OK,直接輸入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快點兩下 把那個公式給輸入進去全部 OK,然後接下來的話,優標再放在B1 把它做什麼,做那個篩選嘛,剛剛做的篩選動作 OK,然後呢,點一下 把全選打勾,只要留下1嘛,按確定 然後再把你需要複製的東西呢,直接點選A2 Ctrl-C向下,Ctrl-C 然後再切到查詢結果的A1 所以查詢結果切過來之後的話,再點一下A1 這個點可能很重要,因為 將來他是抓那個你滑鼠優標的位置 如果你沒點的話,那將來他可能會幫你貼到別的地方去 OK,然後呢,Ctrl-V貼上就可以了 這樣就OK了,所以喔,大概基本動作 最後的話就是 清除的話就是把整欄清除 點選A欄,然後delete掉 OK,好,那我們就開始 假設先彩排過了,OK,有個概念 那我是建議,這個要可能要恢復 如果你沒恢復的話就NG了,這個可能要先把它恢復 那游標先不要放B1,因為等一下會需要點這個動作 如果你沒點這個動作的話呢,那NG了 那你說老師,我原來游標就放這邊不可以嗎 你如果游標放這邊,你即便點它,它程式也不會幫你錄製那一行程式 那將來呢,就會在這個地方出現錯誤 OK,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把剛剛的動作呢 再把它重新做過一遍 OK,所以開發人員裡面錄製聚齊 那我們就開始來錄製那個黑名單篩選 所以叫黑名單篩選聚齊好了 因為之後我想說直接自己來寫的話 那這裡的話呢,我們叫黑名單篩選聚齊好了 OK,聚齊 好,這樣的話呢,我們就要開始了 不過這樣NG了 為什麼,因為第一步我們游標記得不要先放這裡 這樣就錯了,OK取消 好,記得一定要先點 從這邊要點它的動作一定要錄進去 如果你點它的動作沒錄的話 那很抱歉,第一步就錯了 因為好像我記得同學最常發生的錯誤 就是你游標的起始點 不是在這裡,不是在這裡的話 它就沒點的動作 那就會出錯了 對,因為你如果直接從這邊 那因為這邊範圍不對 那會發生錯誤 好,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開始 記得確定要先查詢結果 然後錄製名稱的話呢 就是剛剛這個黑名單篩選聚齊 然後一游標點查詢結果 它會幫我錄一行程式叫什麼 序詞查詢名單.slater OK,然後第二步的話呢 游標再放在b2的地方 它也會錄一個叫rangeb2.slater 游標放進來 3的話呢 輸入公式 它會把這個formula直接就輸入了 好,然後向下填滿 我記得好像是autofill 自動填滿了 好,填滿之後的話呢 再來把游標放在b1 因為b1是篩選 然後資料裡面的話呢 有個篩選 然後把這個1的部分留下來 0的部分不要顯示 按確定 好,那這樣的話1就留下來 接下來的話把這個 已經顯示的資料 全部再複製到查詢結果 所以游標放在 這個a2上面 不過有我在想說 因為剛好這個地方a2是有 如果將來a2沒有 那乾脆這樣啊 游標放a1算了 因為a1的話呢 會比較 比較沒問題 乾脆放a1 游標放a1 然後ctrl-sheep向下 ok 然後再來ctrl-c 直接把它切到查詢結果 所以 切過來的時候呢 這個動作很重要 切過來的時候 游標再點一下a1 這個動作也一定要做 然後把它切上ctrl-v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那完成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 錄製聚集的動作 把它停止掉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按鈕就完成了 那當然你可以 來試試看 不過試之前我建議你乾脆把清除 也先順便錄一下 所以錄製聚集 清除的話 直接點那個a欄 然後按delse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ok 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錄製 這個叫清除聚集好了 好 按確定 不過 又NG了 我建議你這個已經選好了 先取一下 先游標先不要選 因為如果你已經選了 你在選他好像錄製會失敗 他不會把你錄進去 所以記得先不要選 好 那我整個a欄 整個a欄選好了 這樣比較簡單 然後開始錄製 錄製聚集名稱就是清除聚集 先按確定 然後一樣把a欄整個選 因為這個整欄要刪掉 那整欄要刪的話 當然按delse就可以了 ok 那這樣的話就清掉 定時錄製 好 那我就錄了兩個 兩個聚集 剛剛錄的東西 其實基本上應該會在那個 聚集的清單裡面會出現 在這裡 所以這邊就會有 第一個我剛剛錄的 第二個清除 試試看好了 因為目前我還沒有把它變按鈕 所以我先執行看 有沒有ok 按執行 黑名單篩選 把剛剛的東西再call過來看看 有了 有沒有 第二個清除 給他要清掉 最後的話當然 為了方便 我就直接把這個按鈕 按右鍵 重新指定他的名稱 跟他的執行聚集 所以將來這個 我讓他執行這個 黑名單篩選聚集好了 然後把這個名稱也複製一下 按確定 複製原因是因為我希望把上面的名稱改一下 改成叫黑名單篩選聚集 並且把這個改成叫清除聚集好了 因為我也一樣 按右鍵 修改聚集 然後 直到他嘛 然後再來的話把名稱一樣複製 按確定 然後一樣把這個 名稱 給 貼上 這樣的話 就完成了 最後試一下 Final一下看看 有沒有 有過來了 清楚 這樣還蠻方便的 以前的話你可能就是 需要 每天 一直在做同樣的事情 那現在的話當然 如果你可以把那個步驟 把它錄製下來之後 當然會省掉很多麻煩 OK 那只是說呢 最後呢 把按鈕做完之後 最後還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也非常重要 好像前面也有跟各位講過 因為你現在可以run沒錯 當未來呢 你當然還是希望 精進你的VBA的功力的話 那可能你還是需要 切到這個聚集裡面 稍微看一下這個 黑名單 篩選聚集 編輯他一下 那一樣 編輯反正一定會切到哪裡 一定會切到VIO BASIC 切到這裡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他寫了什麼 什麼東西 OK 切過來 他有時候會閃退 然後把它放大一下 並且字稍微放 因為這太小了吧 然後選項 撰寫風格 把這邊改成12號 至少OK 那你會發現喔 剛剛所做的動作 在這邊都會出現 第一步的話 我們游標 所以1 有沒有 游標 有沒有 切到查詢名單 所以其實他幫你寫出什麼 SHIT 一次查詢名單 點SLATE 有沒有 那第二個的話 游標 我是放在哪裡呢 第二步 我切過來之後的話呢 那我游標是放哪裡 放B2這個儲存格 我先把這個篩選先取消掉 有沒有 游標放這邊嘛 那他幫我錄下來的這個程式的話就是 RANGE B2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如要 用滑鼠去點 哪一個工作表的話 那其實就這樣寫嘛 哪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 來查詢名單 那哪一個儲存格 B2儲存格 那就用RANGE 所以一個是SHITS 一個是RANGE 然後輸入公式的話就FORMULA R1 C1 把公式輸入進去 然後向下填滿的AUTOFIELD 所以其實可以在這個地方 再加一些註解上去好了 所以 第一 就是 這個 游標 就是切換到那個查詢名單工作表 然後點選B2儲存格 然後呢 輸入公式 有沒有 向下填滿的話 應該是下一行 這個 一式的話就是 向下填滿就是AUTOFIELD 有沒有 AUTOFIELD就是 AUTOFIELD AUTOFIELD就是向下填滿 然後的話呢 填滿應該是這兩行 有沒有 填滿的範圍 那再來的話就篩選 篩選其實就是這個AUTOFIELD AUTOFIELD實際上就是篩選 所以游標一定要是放在哪裡 放在B1的狀態 你不能放B2啦 B2的話變成說 他篩選就是從B2開始 不會從B1開始 然後篩選後面有條件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把那個 找到的結果做複製 複製的話 應該各位可以看到 應該是在這個 A1有沒有 我游標放在A1向下填滿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第六 就是把那個範圍 找到的範圍選起來 那CtrlSHIFT向下 有沒有就是 這個 這個敘述 那你會發現這邊有個COPY 然後再 切回到查詢結果 所以你會發現 SHIFT查詢結果 點Slate 然後再把它 點選A1之後貼上 就完成 所以基本上每一個 你再把它加個註解 讓這個程式 變得可閱讀性高一些些 畫面 先試試看好了 那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是 可是你會發現 這個程式好像非常 融長 可是如果 我假如不用錄製的 我想自己寫個位 當然可以啦 不過難度一定是比較高的 那錄製的好處就是說 你不會寫程式也沒關係 只是錄完之後呢 我建議 還是要自己加上註解 OK 試試看 然後